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真少年 今天是台灣史上最大的工具機展 開始了 這次是史上第一次 機械工會跟工具機零件工會 這兩大工會一起合辦的一個大展覽 所以今天參加的品牌有將近1000多家 總計攤位5000多個攤位 這支影片堪稱史詩級的創作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拍完之後 馬上要經歷20小時的剪接 然後隔天馬上上片給大家看 所以懇請大家多多DNAD支持我們的影片 或加入我們的影片會員 讓我們可以做出更好的影片 那這次影片開箱裡面的總價值呢 幾億幾兆都一點都不過分 那你在我後面為什麼現在看起來沒有人呢 因為現在是進場的前一天 我們今天先來廠刊 所以在十幾個小時之後呢 這個展覽就要展開啦 這也是在2022年全世界的 第一個工具機展 所以呢各位朋友 你也可以藉由今天 來去找尋你未來的老闆 因為在今天這幾千家的廠商裡面 很多廠商都是由自己的董事長 或自己的老闆總經理 然後出來跟大家介紹 他們家裡面的機器跟機械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這產業的 我覺得今天是你可以一次看到 好幾千個老闆的機會的時候了 而以往這類的展覽呢 它其實呢都是有國外的客戶啊 還有老外的客人啊 但是因為疫情 所以今年就是 Only Taiwan 所以呢各位你想要自己當老闆 要自己創業 要買機台的朋友 或買機械的朋友 有任何問題的一般民眾 你都可以在今天開始 到26號這段時間 然後到南港展覽館 來看這個台灣最盛大的工具機展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把畫面跳到隔天早上開展囉 各位開展了 在早上我們搶先找鳥票進來之後 你看如此盛大的會場 左邊馬上看到第一個攤位 合合機械 堪稱亞洲最大的彎管加工機械 大概是全世界全三名的 大家知道彎管在這個產業裡面會用到非常多的東西 好比說家具啊 Gogoro啊 航太啊 或者是你在玩賽車裡面那個保護龍啊 然後你能想像他的操作方式 他會用手臂 然後插進去之後呢 他會拿著鐵管 然後直接把他插到彎管機裡面 那彎管機呢 他旁邊 注意看他沒有一些模具 他在往前推的時候 利用模具去把他彎過去 然後不需加熱 瞬間成型 他們的特別就是 散膜跟下膜 他會直接翻轉過來 然後做他最後的這個動作 然後手臂 他就會乖乖的 把我們做好的弓箭 放在這裡 如果這些改裝品的話 一支大概可以賣個幾千塊 非常快速 總而言之 買機台真的是一個很爽的組合 他們除了管子之外呢 還有雷射 身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彎管公司 跟雷射公司呢 他的各種管料 大家只要看到 因為管子跟很多摺床 還是跟很多加工一樣 他都需要模具 跟射出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不同的管子 然後不同的Size 然後他要去引導出不一樣的模具 然後做出他的彎管的設計跟製程 當然雷射 彎管雷射公司 就是連你的管材 各種的樣子也可以切割 所以你可以大家在今天這個展覽 展場裡面 就看到一種 各種 有嗎 高機 好看高機吧 可愛喔 雷射切管 這個在一些YouTuber的影片上 用這種封面 或是大概幾千萬觀看的 這很舒服 你看對我們這種強迫症的人來說 超爽 然後 而且這個他的老闆也是 超有趣的 然後是非常好的老闆 老闆我們如果有給你30秒的時間 如何快速你 介紹一下今天你帶來厲害的機器呢 我們帶來最厲害的就是 這台我們這個 全線碼 全線碼 雷射切板 它這個圖上就是有它的路徑圖 馬上不到一個54秒的時間 馬上就可以賺錢了 就是你們只要用CANN的檔案 匯到這個機器裡面 然後 每天瘋狂的切 使命的切 你在睡覺他繼續切 然後就可以 幫助你的公司 每天一本萬利 老闆我們製作人有一個想法 想要跟你說 老闆我有個問題想要跟你請請教一下 就依你旁邊這位年輕有為的少年 英俊瀟灑的外表 以他的資質 你願意花多少錢 請他來你們工廠工作 這樣子喔 對 請你秘密的幫我寫下來 不要讓他看到 好 好 那我們先 收起來 最後讓大家知道 最高的那一家 到底是多少 好那我們就 下次見 拜託 如果今天要以討論年資來說 我們要找一間大公司 這間公司 YCM 我相信所有在業界的朋友們 都應該聽過YCM 從鑄造 到自己整個工具機的生產 從頭到尾 全部都在廠內可以一條龍生產的 同學好 哈囉 大鬍子就是 關心 總經理的標誌 今年當然有拿出什麼 新玩樂 或者是 已經你們做工具機這麼厲害了 對 還能幹嘛呢 雖然說工具機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現在還是要朝著軟體 這一塊去運作 所以我們把很多一些 虛擰 或者是所謂的軟體的功能 跟我們的設備結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 可愛的小愛沛裡面 它已經有一個 這應該是你們機台裡面的樣子 實機的機台 後面的機台 實機台的樣子 哎呀 感覺氣氛都鑲了起來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可以按一個 然後就會直接的 然後機台就實機在動了 所以它是把模擬的跟真實的 兩個對比在一起 那現在所有的機台參數 刀具的特徵 全部可以在 這個數位軟身的技術 這樣子的話 它可以把一個 機台的加工方案的 開發時程 大幅度縮短 而且 不需要實際上開發機台 降低我們開發成 那我們來快速帶大家看一下 YCN的掌位 在我們展場走完一圈的時候 你看 剛剛在切的那隻已經做好了 怎麼樣 沒有 離開前我們董事長要送你一個 這個招財物 你知道它是虎嗎 現切的嗎 對 現切的 現切的 原來是隻招財虎 就希望你今年都可以平安順利 喔謝謝 Youtuber的訂閱數大發 跨街跨街 十百人 如果是送客人樣本 都真材實料的話 想必我們這種董事成的人 在這種公司上班 薪水應該很高 薪水應該不錯 但是 因為這個 這個牌子 在業界算是很大咖的 我不好意思問 你幫我問 好我來問 這個眾志大人就交給我了 總經理 又到了我們詢問年薪的時候了 才第二間你那個眼睛是怎樣 這個年薪 但是這個 總經理他還有一個bonus 錢不能講 但是bonus可以先講 請總經理先講一下 bonus是什麼 我覺得以你的 能力 對不對 又那麼的認真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福利 然後這個福利跟 剛才提到利能有很大的關係 對 就是 配車 Tesla 一台 那個公司制服呢 口罩 口罩 受從落金 謝謝我自己 謝謝 那我們 繼續往下一間去尋找 尋找更多的財富可能 看完大企業組織之後 這個季熟悉的logo 公司蓋得像美術館一樣 台中金雞 誇張不緊張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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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今年你們拿出什麼樣厲害的展品 有有有 我們來請我們的這個 金雞大人哥 大人哥 來跟你說 好 好 對對對 台灣金雞是 在我們 YouTube影片裡面 最快 衝到 衝過百萬的影片 快速我們來看一下今年他們帶給我們 怎麼樣誇張的產品 這次他展覽的重點是以自動化 他配合 馬哥協動 協作型機 來搭配我們的產能 實際上在 弓箭的確認中 他會 碰弓箭 然後弓箭夾取之後 他會去確認 有無弓箭的確認 然後再上料 一樣A200還有另外一台 今年發表這個產品是 能在一台機台上 完成這個工件 然後做完三件事 真的是人類的懶散是 沒有極限的 然後是正負主軸規格 爆發個搖擺頭的工件 這個很屌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對於CNC認識的人 懂不懂他厲害的地方 光是前面這個搖擺頭做一個動作 就是這個動作而已 他就能夠取代掉你上下料 那個多的那一次的那個時間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 車企兩個複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旁邊 旁邊這台機器 接的就是 智慧化的單機智慧化 工業4.0 工業4.0 公司也自己開發出新的APP 我們今年開發的重點 包括主軸的熱鬥味補償 另外一個技術是 長磅材 我們客戶都很多是軸件 軸件的話就擔心的就是 他在末端的時候會震刀 除了看我們影片之外 大家還不要 覺得說這個產業他都沒有在進步 這產業他其實已經走到一個 甚至我相信很多看我們頻道的人都沒辦法想像的狀態 你除了硬體機台要做好之外 現在為了服務客人把產品做好 你連軟體都要自己下來開發了 那來到這種展覽 看這種老牌的CNC 他到底要看什麼呢 他可以看一種變態的東西 以前我們在做車廂都一路把它塗下去 但是 他們設計出了一種軟體 他讓你的殘屑 能夠 變成是 很小很小 甚至到快沒有殘屑一樣 他們要做的是在車廂的那個細微當中的細微的小細節 怎麼樣能夠把它改良到更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展覽實在非常多 我們趕快進行到最後一個問題 彈心水是不是 那個口罩先幫我們換一下 對 成為我們公司中經濟的藝人 要先換完口罩 才可以彈心水 彈心水 等一下 是我們有嚇到耶 這個你等等一定要看 他還跟你寫評語 還要寫評語 還要寫評語 畢竟有戰果 我們曾經拍過一次 所以 已經有合作夥伴過了 有一次有一次 合作那一次算很愉快 非常棒 而且 他們幫我們教育了 幾乎CNC的演進史 就是 對 OK 好 下一將 每次到這種展場的時候 遇到老朋友就會特別開心 我們這樣子 帶著這樣子 走去別人家的攤位裡面 會不會被人家打 會嗎 我身為工業界老油條 我們不要帶著別人的 口罩 不要白目 換一下換一下 你想保留什麼 我想保留一點我的機會 大家看 這整個系統 每一家公司 機器都在比大台 都在比誇張比狂的 看這個 看這個超扯 超扯 你看這什麼 101CNC 大五報能不能從我的 身高 正常人的身高 去抓出這個機器的比例 看超扯淡 很誇張 這個如果擺在家裡面 光是展示的時候 就已經嚇死了 這台 凱伯的編號是 NU630 它這一台是 洞柱形的五軸加工中心 是 它其實 主要就是針對一個 比較長型的弓箭 對 來進行一個加工 剛剛您提到那個X軸可以跑到 可以到伊底薩 所以它就真的是針對一個比較長型的弓箭 飛機的零件或者是其他航空類 航空類儀器的零件來做一個加工 這個能夠 冒昧問一下 這樣大概價錢大概要多少 可以在1000到1500萬之間 一台超跑 炫炮的看完之後旁邊我們來看一點 協作型 協作型 那其實這台是一台標準的雙主軸的車床 對 那其實它的重點 我們展示的重點是 它是搭配個協作型的 協作型的手 機器手目前在台灣其實分類大概就是兩大類 就是工業型跟新作型 我們希望能夠幫客人做更多的事情 好我們今天要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們短暫介紹 大家有空的時候趁這五天 趕快來到這個攤位來看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 等一下 在下一個之前 我覺得 一個公司 機台可以賣要幾千萬 可以刻出101的 基本上這個價碼 應該高一點 他算比較久 他這個算比較久 你挖的是他年薪怎麼這麼高 還是說挖他怎麼這麼便宜 據我了解你對我的身價的感覺 就是這個數字啊 就是他 真的喔 好啦 希望你們這幾天展覽都非常順利 謝謝 那我們下一家 劇業 劇業 大家有沒有聽過劇業 劇業他其實是一個做洗床很有名的公司 洗床現床 然後他們今天有劇業 劍合 賣口 劇業啊 在我們業界所得知啊 你知道他就是一種打群架公司 打群架公司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洗很厲害 他們可以去找車的人 找NC的人 或者是找別的產業 然後一起結合 他們就是做那種生產線 所以大家來看到這個基本上就是 最標準的 洗床了 請問老闆 你好你好 老闆好 這個洗床跟我們 以前傳統在高職課本上面看到的洗床 有什麼特別差異嗎 洗床其實就是 所有工件 最 一開始 都我們要用這個來加工 因為他需要重切銷 因為第一個基準面 對我們一定要任何工件要抓基準面 然後才會延伸到後續的精細加工用CNC 像劇業這間公司大概幾年 33年 33年 請好好教育一下我們的觀眾 我們到底應該要念洗床還是念閒床 為什麼會這樣問是因為 每次我們講洗床 就會有一些人在那邊講說 閒床啦 有一集我們講閒床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說 洗床啦 我們身為一個33年的業界老師 我好好教育一下 到底應該怎麼念 因為我們台語來說 都說洗床嘛 已經洗嘛 對啊所以我們還是 犯稱洗床 所以我們的注音要打顯 這樣子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在那邊牛子褲的嗎 因為現在的工種 其實就是車洗模 大部分大家都在洗的 是 所以好像難免就是為了要讓 客戶好方便 與其他們客戶自己在那邊燒頭腦 那不如你們幫他們 南瓜好 對啊 這一次我們的LV80 有那個搭配我們的智慧化系統 還有整個日本的結構設計 請我們工程師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智慧化系統 我們主要是 在我們的 控制器上面裝了我們IPC 對基本上來說就是一台手機 可以完全監控 對 然後可以 稍微做操作 對 OK 老闆已經寫好了 謝謝老闆 我下次見面要不是入職 就是 永不相見 不要 來各位朋友 我們剛剛看完劇業的顯床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個就是小型加工裡面 非常厲害的 所以如果 真的想要買 機台的人 他都可以 過來跟你說 你可以切一塊料給我看 這樣子嗎 對 我們最喜歡跟人家比較 欸你好 你好 你們是參展的廠商 對對對 你已經開始拍了嗎 我們開始拍了 我們就一路就 2022年年薪最高 的是 是